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很多法式米其林餐厅常用的食材 也能做出各式的美食 居卤水鲜醇是中细结合 有滋补健体的功效 吃起来外香酥 内滑嫩 入味 非常好吃 简单易做 也是节庆 宴客 自用和派对的上限佳肴 好 我们一起来做吧 首先一起来看一下所需要的食材 我们需要新鲜或冰鲜的鲜醇 那需要细盐 然后呢 卤水汁 如果没有卤水汁呢 也可以自己做 做卤水汁的材料需要生抽 老抽 三蟹排鱼露 以及姜片 花角 花椒 橙皮 清水 后下卤水汁材料我们需要冰糖 玫瑰露酒 火料酒 医酒 以及麻油 好 首先呀 我们就把这个卤水汁哈拿出来 养到三杯就可以 那每一次卤水汁呢 要用的时候 我们再添加一些材料 比如说放一点花椒啊 八角啊 姜片啊 陈皮 这样呢 卤水汁每一次都会更有味道 然后加上生抽 老抽 鱼露 还有水 用大火呢 把它烧开 用火烧开以后就转小火 煮上15分钟就可以了 小火煮了15分钟以后呢 我们再加入半杯冰糖 然后加上盖呢 让冰糖溶解 小火煮了15分钟 我们看这冰糖呢 已经融化了 然后我们就在卤水汁中再加入这个 就是你已经出水过的哈 洗干净的这些材料 你想卤什么 你就加什么都可以 然后立即加入两汤匙的料酒 一茶匙的麻油 然后加上盖 给它煮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呢 你这个卤水汁就成为旧的卤水汁了 好 这时候呀 我们把鞍唇给它处理一下 你看 在冰箱里拿出来 让它解冻了以后呢 我们就清理一下 背部有毛的地方呢 我们用手呢 给它摘一下 用清水呢 把这鞍唇里里外外都洗干净 除去它内腔的心啊 肺啊 内脏啊 这些东西 我们都把它摘下去 我们看这个进步有气管肥高的地方 我们也把它除去 每一只我们都这样处理就可以了 然后接着换水再洗一次 最重要的是把内脏啊 清理干净 遗留下来的内脏也要把它都拿出来 然后我们再里里外外冲洗干净 然后我们再里里外外冲洗干净 一定要冲洗干净 它才不会有腥味 否则这个内脏呢 会有腥味 鞍唇非常有营养啊 多持有益健康 好啦 我们再换一下水 再洗第三次 我们在一个盆中啊 加入一汤匙的盐 我们用这个淡盐水呢 浸泡一下这个鞍唇 用淡盐水浸泡食材的话 会有效的去除它的腥味和血味 整个鞍唇都浸到这个水里就可以了 浸泡四十分钟 差不多就行了 浸泡四十分钟 你看这个血水都已经散发出来了 然后我们再用清水冲洗 直到把它冲洗干净 把血水冲洗干净 然后放在这绿网框中拎干水分 脚鞍唇这样立着放 这样它腔内的这些水呢 都能排出来 拎干十五到三十分钟吧 那这个鞍唇洗干净以后 你看水分已经拎干了 水分已经拎干以后呢 我们用纸啊 把它擦一擦 厨房纸把里里外外的这个水呢 都擦一下 里里外外再擦干净 确保它没有水了 而且这厨房纸还能把这个污物啊 内脏里边残留的 都把它能够粘出来好 然后顶部啊 对吧 都给它擦一下 脖子这个地方 通常呢 我一般都是换两次纸 这样确保它擦得很干净了 这时候啊 我们用两三杯 煮个墨鱼牛腱 带着甜味的旧的卤水汁 或者其他做的卤水汁都可以 放到这个碗中 大概 其实你要艳客请朋友的话 一次可以均上20到30只 我们把这个鞍唇呢 就加入卤水汁里面 来回的 给它 转一下 让它都能够进到这个卤水汁 去上6只鞍唇 胸向下的位置加盖 在室内呢 先腌上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呢 以后我们将鞍唇给它翻个面 翻到侧面向上 再加上盖 然后呢 我们再去上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以后呢 我们将鞍唇转一下 还让它胸啊 还有皮的位置向下 因为胸部的肉 它是比较厚的 最重要的是内腔呢 要浸在这个卤汁里面 然后加上盖 我们在室内腌两个小时 放在冰箱里边呢 过夜 这样味道会更好 好 我们把烤盘的这个烤件拿出来哈 然后呢 铺上一张锡纸 上边呢 我们再给它抹上点油 这样防止它粘 好 我们把这个烤架弄好了以后 我们这鞍唇你看 就卤得过夜了以后 你看这汁都粘到它上面 因为它有牛腱 牛肌嘛 所以它里面有骨胶原 就形成了这种半骨体的状态 我们就把鞍唇取出来 将外面的卤水汁呢 把它给它拿下去 把里面内腔的卤水汁也给它取出来 少少的卤水汁粘在鞍唇上是没有问题的 还是可以的 不要太多 你看这个颈部啊 胸部的这个卤水汁 都要把它清理干净哈 都挖出来 然后呢 我们就把它放到这个烤架上 我们在烤前一个半小时的时候 就把这个卤水汁就挖干净了哈 这样呢 也可以让这个安全在室内回温 在室内回温一个半小时以后 我们就可以拿去烤了 我们看一下 这里有个温馨提示 卤水汁可以再用 就是可以重复使用 那因为呢 腌过生肉 要将卤水汁用中火把它烧开 再放凉 才可以放回到冰箱里面冷藏和储存 之后呢 可以再用来卤豆腐呀 或者卤鸡肝等 好 那下面我们就把烤箱的都预热了 三百七十五度哈 然后呢 在烤箱的中方就可以了 我们把这鸡肝向上 因为它胸部的肉比较厚 聚上十二分钟 十二分钟以后呢 我们把它翻个面 这时候就把背向上 这样它才能够均匀的都受热 都能够烤到 然后我们脚这个烤盘方向转一百八十度 放回到三百七十五度这个中间的地方 再给它聚上七分钟 聚了七分钟以后 你看看这颜色甚至非常漂亮啊 再把它翻个面 因为这个鸡肠很小 所以它非常的好入味 聚好了呢 我们加上锡纸 然后让它回一下汁 在室内呢 回汁五分钟 回汁以后啊 就可以摆盘享用咯 来 我们摆到盘子里面 撕开给大家看一下 哇 肉非常的软嫩 味道真的是好极了 卤汁呢 带着甜味 虽然腌了很久 但是鸡纯也不会很咸 鸡纯的肉质呢 非常的紧致 鲜嫩又好吃 建议大家在家里做一做 也非常的简单 那我们知道鸡纯也是很多 法国米其林餐厅的上选主菜 鸡卤水安全是中西结合的一道高级美食 滑嫩 美味 相信大家一定会非常的喜欢 又有益于身体健康 好了 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 你学会了吗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您订阅 点赞与分享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